大家好 我是小丽 今天要讲的是由张若云黄瑶主演的《明容少年》 导演丁黑曾与张若云一起拍摄过《警察荣誉》 这次扼搭张若云失去公务员的铁饭碗后一夜白头 男主雷鸣曾是培训学校的金牌讲师 后来创业接连失败 变成一个既欠债又要给父亲治病的倒霉蛋 但这点困难 对于超级自信的雷鸣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他转头就卖起了客 当然雷鸣可不能空卖课 收到楼校长的邀约 他要在明龙建个实验班 选五个学生 带他们逆袭考上最牛逼的清北大学 女主桑夏 明龙可有可无的心理老师 作为雷鸣的代教 本着负责的原则 他跟雷鸣说了一路他的问题 结果当事人一句没听 桑夏跟好闺蜜吐槽雷鸣的奇葩行为 苏老师 你真的没必要每天变着法子来给我送水果 我虽然目前是单身 但是完全没有谈恋爱的事件和想法 你没事吧 听了他吐槽的好闺蜜提醒他 机会来了呀 老师是轻微的反社会人格 学生是问题学生 他搞他的十一班 我搞我的心理特训营啊 于是桑夏与雷鸣一拍即合 开始为十一班朝贤纳士 李然自幼丧父被母亲抛弃 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 靠着奶奶给别人做庸人的工资生活 李然也想补贴一下家用 在学校干起了自己的手机事业 他立志做一名创业青年 但一夜还没有创起来 店就被挖掘机创了 中介还卷钱跑路 在他眼里高考不是他的出路 出生的这场考试 他就已经输得彻彻底底了 但雷鸣看出了他的物理天赋 向他发出十一班的邀请 李然 你出生那次考试 你是输了 但不是你的错 你可以把高考当成一次补考 我不会让你输的 虽然雷鸣说的挺动人的 但我觉得李然加入十一班的真正原因 应该是十一班学费全免 还有免费校服 陈宇珊 人送外号陈宇珊 有极强的数学天赋 随便一百就是黄金比例 打个麻将还能把把自没 妈妈改嫁生了个弟弟后 一家人的重心都在弟弟身上 他白天要帮麻将管干杂活 晚上还要因为继父的好面子 喝下一大杯的白酒 更可怕的是 他的继父还在他的房间里 安装了摄像头 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本想靠找对象来逃离这个窒息的家庭 但雷鸣告诉他 这样做只会是二次循环 而不是重新开始 那些妄想的通过一枚结婚戒指 就能实现自救的人 都是至上堪忧 他们忘了 这枚戒指呢 同样也可以强迫他们 为了伴侣党 为了子女党 累死累活 还没有工资 可不敢胡说啊 江晴朗 一个梦想成为rapper的 阳光开朗大男孩 父母都是名校毕业 对他给予厚望 但总是因为教育理念不同 发生争吵 为了家庭和睦 他靠作弊维持成绩 但总是作弊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他想看看 黎明吹这么大的牛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让他逆袭 于是他加入了十一班 雨扬 从小因为普通话不标准 还有点口吃 被班里同学嘲笑 他脱衣服的照片 被发到了学校表白墙上 甚至还有好心同学 表面上帮他 下一秒就脱他裤子 被校园霸凌的他 还要面对强势的母亲 在饭堂大喊他的名字 不顾他人眼色让他插队 在人来人往的员工宿舍 毫不顾及雨扬的自尊心 自顾自的给他掐身子 这种用力过猛的爱 让你扬片的不愿意 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好在加入十一班 是他自愿的选择 边想想讨好新人格 既然篱下的他讨好长辈 讨好朋友 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关心 拍摄雷鸣的视频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他决定加入十一班 借着雷鸣的流量 让他自己活起来 还有一个 不是十一班的老熟人 沈耀 谈送黑画板 一开始我以为 他是成绩很好的乖乖学霸 而且我还挺磕他和里然的 毕竟穷小子和富少爷 住在一起 还同一天生日 结果你小子搞霸凌 究竟是作风呢 十一班的各路大声 终于激起 雷鸣和桑夏便开始了 独属于十一班的 针点阴才诗教 点对症下药 点集训 入门只有三节课 这第一课 感觉就是在点我 因为这节课的内容是 借手机 雷鸣把五个人的手机 全都没收后 音量调到最高 让他们只能听 不能看 当然想看也可以 手机得投屏 并小小没忍住看了手机 一打开就是扑面而来的 对同班同学的恶评 直接当场射死 第二课 带他们看监控 让他们看看 好学生如何学习 第三课 则是让他们 互相帮对方打饭 帮助他们更加了解彼此 成为真正的朋友 虽然这几节入门课 是奇葩了点 但到了学真知识的理论课 各科老师可谓是 卧虎藏龙 语文老师 谈小舟 不谈沉寂 只谈风月 现场教学如何用诗歌表白 天涯万一 见温柔 瘦 因因此瘦 休 数学老师 胡冲 偶数度威 看到班里 只有五个人扭头就走 他还是一个行走的中华题库 对所有的数学真题都了如指掌 就连某某素题都没有他快 英语老师雷鸣一上课就开启了KTV模式 还有宝典在手 他把最常考的英语词组搭配和异混小词汇 编成了一首首英文歌 编唱便将英语知识灌输到吴晓之脑中 好奇怪 明明上课的是他们 怎么好像我也学到了 江青朗得考到九十分才能留在十一班 他打算出五百 让羽扬帮他作弊 李然觉得江青朗的行为就是仗着有钱 为所欲为 让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一气之下 江青朗逃出学校 其实大家都舍不得江青朗的离开 和好后 他们在江青朗的桌子上摆满了各自的学习笔记 看到江青朗半夜独自做题 也会陪着他一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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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好啊 你们真机子呀 居然非着我们偷偷开夜车 首养 刷几道题 大家也逐渐明白了乡下所说的朋友的意义 我们可以不相互认同 但一定会彼此陪伴 看着他们从以前追着闹钟跑 到现在自觉起床叠被子 就连上课也变得积极主动 认真听讲 手机不再是他们的新头宝 真的有一种孩子长大了的感觉 前面我们说过雨昂被偷拍 偷拍她的人就是沈耀 李然查到照片IP后 要沈耀删掉帖子 否则就公开是她拍的 当晚沈耀就破了李然的电脑 这还不够 沈耀还让李然的奶奶亲自送饭到学校 李然提出让她来送 沈耀答应了 但李然不仅得送到班门口 还要等她吃完后把碗送回去 雨昂得知是李然帮她删了照片 跟小伙伴们一起弄了个外卖小分队 为李然出气 本校VIP集装餐饭 沈耀沈大公子 您的尊享燕窝套餐 已由十一班外卖小队 为你送的 沈耀 你上下学车街车送 吃个补品 还是同学送班门口 怎么着 想让妈咪啊 要不要喂你 沈公子平时喝汤都累 这样 我帮帮她 我把她炫了 好 沈公子 我走了什么哥 全部都把汤喝了再走了 一大余一大余 一大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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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训结束 雷鸣让他们回家三天 站在家也要保持集训的作息 每天打卡 五个人回到家后发现 学不了 根本学不了 陈雨珊会不停的被妈妈的吆喝打断 看着书还得去帮忙 李然的奶奶不小心弄碎了昂贵的花瓶 李然要为赔偿费干着急 将行狼本来还在好好学习 结果爸妈一点就炸 打着为她好的名义又吵了起来 雨洋得忍受妈妈窒息的关爱 边小小要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弄乱这个不属于她的家 而这也正是这五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 原生家庭带来的无形的压力 强制的爱意 缺乏的关心 贫穷的困扰等等等等 都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也逐渐让他们对自己失望 认为即使学习搞好了也无济于事 但幸好他们遇见了雷鸣和桑夏这样的老师 雷鸣虽然看着不着调 口味还特别重 酒太活了 嘿老干妈豆浆咖啡 但他会天天去警局蹲警察 只为追回李然被中介骗走的钱 他看似严苛的招生标准下 招的其实都是被原生家庭困住的孩子 雷鸣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 他爸爸对他的关心 还不如对学生的关心 雷鸣考上清北后第一时间收到的 不是来自父亲的夸赞 而是一盆冷水 这也让雷鸣对自己产生质疑 甚至患上了心理疾病 我想雷鸣选择做一位老师 不仅是为了帮助这些原生家庭不幸的孩子们 也是在治愈自己曾经不幸的过去 桑夏作为心理老师 在陈宇山被造黄瑶时 会说出自己相似的经历 告诉他 身为女孩 你没有错 他会在江琴郎跑出学校的第一时间 找到他 开解他 他就像冬日里的暖羊 一点点的融化五个人的心 看预告后面还会给桑夏一条以前的成长线 很期待看到不一样的桑老师 看到现在 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啊这个世界 果然是个巨大的神经病院 说正经的 明龙少年对群像的描写很到位很鲜活 真的很爱看一群少年为一个目标向前冲的故事 张若云的演技和口条依旧很舒服 女主黄瑶 我是真的没有认出她是过春天的女主 几个学生演员也非常贴合角色 非常灵动 特别是编小小 她真的好可爱 在这还想夸夸导演和剪辑 每期开头的小设计和一些拍摄手法 真的提高了整部剧的质感 节奏夸的同时还特能整活 这个劣质的特效小剧场真的很好玩 爱群像的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部剧啊 最近也到了一考季 在这都各位学子 心想事成 七开得胜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拍拖给娃妹一个一键三连加关注吧 YAH!